歡迎大家收看時事旦旦 我是龍哥 為免觀眾認不懂我 所以我也要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何我要戴著面具呢 就是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鏡頭 是白蒙蒙 好像白內障一樣 不是 是好像仙境一樣 沒錯 香港已經很榮幸 受到霧霾的重招了 相信小孩子都知道 霧霾 是空氣中的懸浮灰塵火粒 至於霧霾怎麼來 傳聞霧霾的著名產地 中國的網民指出 一般找飯煮菜的油煙 餐廳排出來的氣體 甚至人體排放的 例如放屁 說廢話 這些都是霧霾的主要成因 霧霾絕對不像科學家說 又說工業廢氣 又說汽車毒氣 起碼我們現在看到的霧霾 不是先啦 根據強國氣象局所說 香港的霧霾是跟 產國 完全無關 今天我們請了環保性鬥士 帶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大先生 想問一下霧霾對香港有什麼貢獻 其實你看到新聞你就知道 嗯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到會是什麼顏色 金色 土豪家我們最喜歡的 這些女士 這張照片是最近我特意在 強國拍的 你看他們之前本來是什麼顏色 原來沒有 還可以美化物件顏色 沒錯 就像平時上機加Filter一樣 這些那麼天然的效果 從哪裡找回來 今天真是多謝大春這麼獨特的見解 大春是霧霾的仇惠者 你見到他平時 面如死灰 沒有離神器 但當霧霾出現了之後 他將自己融入了在霧霾裡面 令自己都成為了霧霾 造福香港 我覺得他這份情緒真是令人 大家見到假老闆就知道 霧霾這些都是幫他帶來相機的 讓他自己說 主持的防毒面具 就是我公司贊助的 出回贊助商的名字好 這個防毒面具 又環保又便宜又普及 你想不普及都不行 現在霧霾那麼厲害 唉 其實這次我慢了 我昨晚看到行家 推出了什麼抗霧神器 一晚放上網站就賣清光了 一見到他的宣傳片 我真是火都來賣 什麼無必死 你叫我防毒面具怎麼賣 怎麼賣 對呀 怎麼賣 對於坊間對不霧霾的美好看法 陰謀倫者 葉榮隊主動約我們出來 倒破這個美麗的謊言 其實大家身處在一個平衡的世界 你們看 東邊香港沒有霧霾 西邊的就是鮮幼 一穿過大浪水道 整個世界都不同了 哈哈哈哈 霧霾遮住的香港 就是人生的 全都達到 連人造衛星都看不到 整個新亞西炸了你都不知道 香港沒有的了 我們一起開香檳慶祝 喂喂喂 去哪裏 去哪裏 愛情科學理論顧問 四哥早前創作了有關於霧霾 學術文章而大受歡迎 今天就特地請他上來 讓他講解一下阿湖 其實每一段男女關係都會有謀利 一個兵無論她的神多漂亮也好 她都有謀利 只要有謀利 她覺得自己可以有兵變成高級兵 一個暴兵會覺得自己可以勝利成為 劇兵 甚至乎是法律兵 一對男女關係也好 只要有謀利 就可以蒙蔽所有東西 就算你是七到八十也好 或者不得過另一半 是很便宜的暴躁也好 只要有謀利 就什麼都搞定了 那你是不是經常用霧霧去蒙蔽自己呢 瘋 這些東西是女兒 我也沒有的 香港人亦都很喜歡集體回憶 自從霧霧來到香港之後 他們都要用一些關於霧霧的歌 去歌唱和讚美 每次我霧親你 每次我霧親你 愛霧 每一首說霧霧的歌 都非常有餘意 他們每一首歌都是為霧霧而設 填詞人做了幾十年之前 已經搭時光機來到現代 再將今日的霧霧情景 寫在幾十年之前 以前的人真是很偉大 相信大家對霧霧仍然存有一定的恐怖 希望看完這一集之後 可以對這件事改觀 覺得這件事是上天的陰詞 今日節目一直這件事 今集的日夜 剔光青天、變人消!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再說 brought to you 我已經差不多了 阿芹起了一名死港車 自從知道霧霧發でも在香港後 她就賴笋子一樣放在香港 我已經找了這個人的蹤影了 如果大家發現這個死角鞋的資料 請立刻聯絡我們JMKTV做甚麼事 或者有本人的專頁商務告訴我 多謝大家